雲林西螺的漢光果菜合作社是全台灣最大的生產履歷蔬菜供應單位 每一包從這裡生產的蔬菜包裝都有條碼 可以清楚了解青菜的來源還有採收過程 而這樣嚴謹的態度也讓他成為中國官員 向台灣農業取經時一定要參訪的一站 在每包蔬菜的外包裝上 貼上一張一張的條碼 象徵是這些蔬菜的身份證 就可以清楚知道這包蔬菜是由誰生產 哪時候採收 還有經過哪些單位的認證 以確保從這生產的蔬菜品質 政府在推動這個產銷利率這個構成當中 因為台灣是有立法的 所以產銷利率規定裡面 會講很細的項目會講多 那這麼多的東西 你要由一個小農民來做做工作 可能不太容易來完成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集團栽培的方式 把這個幾百位幾十位農民 把他整合起來 然後透過由我們管控中心來幫農民處理 各項有關政府規定的事情 這裡是雲林西羅漢光果菜合作社 他們利用七年的時間 從傳統農業轉型 做到生產履歷並不容易 不但三年就要檢驗一次 土蘭核水質 合作社的農民每次噴灑 農藥與施肥 也都要記錄在電腦上 尤其是採收前 或專人檢驗人藥殘留是否操標 合作社表示 漢光果菜合作社去年賣出一百一十四萬包生產美育蔬菜 種類超過二十種全都是可追蹤的蔬菜 經過七年的經營也掌握多樣化通路 包括大賣場超山軍隊和校園等等 營收叢林成長到五千萬 也吸引大陸官員研究台灣農業必來參訪的地方 官司去年就有三百團大陸團來到這裡參訪 接著我會喜歡原理報導